有一位民众他买房子 竟然最后连想搬进去都没有办法 这是一名新北市的王姓女子 两年前他花了66万元买下了一栋 在万华五城街的四楼透天措 但是其实他是只买到了一半的持份 而另外一半的持份是在原屋主之一的陈姓男子 而且男子还住在一二楼 导致王姓女子想要出入也不得其门而入 甚至连转租都不行 结果一状告上了法院 法院最后居然判两个人要使用房子 都必须要得到对方的同意 所以房子最后是闲置到现在 位于万华五城街的这一栋四楼透天措 大门深锁窗户也封住 没人应门 原来是房子被法拍却发生纠纷 一名王姓女子两年前花了66万元 买下这一栋透天措 却只买到房子一半的持份 另一半持份和土地所有权 还在原屋主之一的陈姓男子名下 两人谈不拢 王姓女子一撞告上法院 王姓女子态度强硬贴出公告 不准屋主和他人进入 还要原本住在一二楼的陈姓男子 搬到三四楼 陈姓男子也不甘示弱 表示自己是屋主 住了49年为何要搬 法院最后罕见的认为两人 各有一半持份 权力相同 判决两人没得到对方同意 谁也不能住 导致透天措闲置到现在 去参考一下内政部的一个 不动产实价登陆网站 那因为现阶段的法拍的一个物件而言 他们都会请估价实来去做一个估价 那估价实故的行情 大概都会跟市价差不多 如果说看到比较便宜的案子的话 真的不要间列欣喜 可能要详细去了解 便宜不一定有好货民众买屋钱 还是得多探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